讲到这里呢 累呢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作用 如果我们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呢 就是说我们只是在处理一些 简单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想 学到函数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就应该足够了 累呢 可以让我们处理更加复杂的事物 那么呢 它需要的知识量呢 包括你要涉及到的东西呢 也会飞着越来越多 但是呢 它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我之前开始我们Python课程的时候呢 讲到我们这个Python课程 它是一个入门的课程 至于进阶呢 这还要大家呢 需要以后的学习 不过关于这个累这个地方呢 我是给大家讲了一个 student跟Person的这样一个实例 之前呢 我还写过一个 我自己呢 写过一个工具 这里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之前呢 写过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 它是做什么任务呢 下面我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中断 我用的是苹果的这个系统 中断 它呢 这个文件呢 首先它是在我的这个桌面上 可以看一下 它是桌面上 下面呢 我用ipython方式呢 写一下代码 然后呢 我把这个 大家为了看得清楚 我把这个字体呢 调的大一点 比如说这里 因为我的我现在的工作目录呢 是在我的桌面上 所以呢 我就可以import 我的这个 adress 我这个文件了 因为我把它写成了 一个.py的这么一个 pathon文件了 所以呢 我就可以导入它 导入它之后呢 我这里边呢 有一个address address的这个类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怎么写呢 就是比方说 我这 我先说一下 就我这个工具的功能呢 就是我调用了 我封装了百度的api 我可以获取一个地址 你比方我随便给它传一个 比方说我可以这样 我随便address addr吧 等于address 这个模块下的address 然后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 一个参数 比方说我想 北京市 海淀区 五道口 口地铁站 我传给它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址的字符串 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我们在查百度地图的时候 我们经常 如果在编程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就是说我想知道一个地址 它所在的这个 经纬度是多少 那百度地图呢 给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 提供了一些接口 在这里呢 我可以 我对那些百度接口呢 进行了简单的一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我们这个生成的这个对象 去访问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叫location 我定义了一个属性 叫location 如果运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就返回了 我们的这个 北京市海淀区 五道口地铁站的 这个什么 这个经纬度 而且呢 我还定义了一些 其他的属性 像什么 City啊 是不是啊 它说明我们这个地址 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城市啊 包括像在哪一个 是吧 海淀区啊 还有什么 百度 真正的 返回我们的一个地址 毕竟是海淀区 成本路 28号 同理呢 如果 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了 如果我们知道了 我们这个 我们 现在是知道了名称 获取我们的经纬度 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呢 用这个清空一下 address 表 address location 我们不用address 东誉了 我们叫location 东誉 这个时候呢 我稍微改一下 比方说 刚才这是我们 那个什么的 进位度 这个时候 我用传递的是一个 圆祖 所以呢 改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返回 什么的 结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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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 location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时候呢 看一下 它的这个 dress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围的是 北京是海电区 中文顺利大街 88号 这个呢 是我自己写的一个 类 它封装了 百度的 api 它很好的 用类这个概念呢 我很好的处理了一些 一些这个地址的这样一个处理 把它写成了一个工具 待会呢 课后呢 我会把这个工具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体会一下 如何去洗用类呢 去帮助我们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嗯 我们Python的课程呢 技术课程呢 总共是两天 今天呢 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从明天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讲解 就是Python中的一些工具 明天呢 我们是讲Python中用一些库 用调用写一些简单的划绳 后天呢 我们是用pander 就是Python中的数据处理的这样一个模块 去做一些基本的数据分析 Python学到这里呢 其实是讲的这些呢 是如果你有其他的编程基础的话呢 你理解呢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编程一个小白呢 你反复的看两遍呢 或者是在对照的写一下 写一些例子呀 反复的做几遍呢 也都是可以的 因为Python本身呢 就是像一开始说的 它非常的简单 希望大家呢 在以后的学习中呢 多多实用Python 因为Python真的是 太方便了 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便利 那么今天呢 课程就到这里了 课后呢 待会儿呢 我会把这个 那个讲解的 我做讲课的这个 Notebook呢 还有这个例子呢 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呢 就结束了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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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